昨天晚上比完賽他就 因為他打得比較累 然後就會有點不太舒服 當然他還是一直做治療 希望今天早上能夠做最多的情況 但我今天早上又有跟浩爾再去 或許跟他再去做了解一下 然後我們的對義也幫他做一些檢測 確實他還是有些不舒服 當然我們還是希望讓他能夠去休息 因為剛剛講的不要說 因為這場比賽如果他打得 又讓他自己又給人家不舒服的話 後面的比賽我想也都是被我們打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讓他可以好好去休息 對 他上禮拜好像有被撞到過 在台南的時候 他在台南的時候他有被撞到他的那個 大腿那個內側 有被撞到過 有被撞到過 三連戰的時候說對不起 三連戰的時候第一場的時候 跟那個台南的時候 第二場大腿被撞到過 跟台南的時候有撞到 就比較不舒服 這個其實是聯盟排的 其實是聯盟排的 當然我們球隊也有去做一個 做這個反應 就是他排出來的賽程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也有反應過 因為其實 當然 而且 我們打的三連戰 也 從7點 4點 2點確實應該是在 這個比賽應該是比較少的這樣的狀況 因為剛好是被我們碰到 我們確實有跟聯盟有去反應過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 以後 碰到有這樣的一些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就會 以這個 主場為主 以主場然後 這樣把他整理這樣好 然後讓主場的球迷能夠 能夠去看到 看到這個 我們球隊為球迷愛 搭這個比賽 謝謝 好 謝謝 如果想回答 你們是在那兩下 為什麼沒有考慮這二中間 那麼 當你一排 我想回答 就是說 因為三場比賽 我們都是設定 比賽當他三場都會出賽的 所以我們也沒有特別考量說 第二場 第二場打然後第三場不打 不過怎麼樣 是因為第二場打完他確實有疲勞了 所以我們就 就是經過診斷以後 確實要讓他做一個休息的動作 如果說我們有課藝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讓他課場不要打 專門打主場 我覺得這是對很多地方 很多球員也這麼公平的 所以我們還是按照比賽的方式 那確實他昨天在比賽當中 產生了有這個疲勞感 下次再見